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想先问一问咱们现场的女生朋友们 你们平时喜欢做美甲吗 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 我女朋友特别喜欢做美甲 而且她做完美甲那一天 整个人特别开心 受误足道了 莫名其妙跟我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你感觉她也不想赢 她只想出布 我一开始不太理解 人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 来修饰自己这么细微的一个部分 然后她就跟我解释 她说做美甲对于女生来说 是非常美妙的一个消费体验 因为一般的美甲店的环境都还不错 对吧 你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指甲油的颜色 你可以看见自己的手指慢慢地变好看 美甲石还会攥着你的手 说哦 你的手真好看 对吧 没有哪一个部分是会让女生不开心的 但是对于男生来说 我们不会太在意这种消费的体验 我们只在乎结果 你给我结果就行了 我甚至觉得有些消费场景 只针对男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 商圈一层的十元快剪 十元速剪 十块钱快速给你剪一个头发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次 那一次就够了 说实话 十元快剪真的太快了 效率也太高了 你进去没有理发师跟你说话了 我进去那个老板看了我眼 朋友们我上次用 跟别人打招呼还在高中的时候 像同桌把卷子给我看一眼 我就坐下来 一般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提自己的需求 对吧 给我来个墨西根 但是在这种十元快剪 你没有这样的权利 是老板告诉你 你能剪什么样的发型 因为他只会两种 光头和寸头 不然为什么快呢 一个男生突然要剪光头和寸头 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 我还在那考虑这件事情 老板的推刀 已经开始推我后面的头发了 我说老板你稍微等一会儿 我还没有想好 他说没有关系 无论你选哪一种 我都要推你后面的头发 我说那你上面好歹给我留一点 他说行 寸头是吧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时候寸头就是最好的选择 然后他就火地全开了 拿推刀直接上 我感觉自己就错过了一通 震动的微接来电 他就剪完了 非常的快 非常的迅速 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我在进到这家理发店的时候 我发现它跟一般的理发店不太一样 它没有洗头的那种水池 它连喷壶都没有 这家店没有一滴水 我在想他怎么清理我的这些碎发 这个时候老板从天花板上 拽了根管子下来 再把开关打开 那是个吸尘器 不会没 有谁要在天花板上掉一个吸尘器 你们有被用吸尘器吸过自己的头吗 你们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你会觉得我脏了 我好想逃 但我逃不掉 声浪非常的大 我整个人被笼罩着 我被吸完之后 我整个人摊坐在椅子上 我在想十块钱也是钱 我怎么说也是个消费者 我还是个小明星 为什么要遭受这一切 这个时候老板俯下身来 我以为他要安慰我 老板拍了拍我 让我把钱付了 我付完钱出去 我女朋友在对面一家美甲店做美甲 她还没有开始 这个好玩 我就剪完头发出来了 她也很诧异 很快吗 什么感觉 我说便宜 但没有尊严 所以我现在 我再去到一般的理发店 那剪个头发 七八十块钱 上百块钱理发店 我没有觉得特别的贵 我觉得 哦 我也太开心了 这帮朋友也太nice了 对吧 你还没有进到门店里面 他们已经开始跟你打招呼了 先生 一位是吗 一位是吗 好的 娜娜一位冲水 娜娜就在那 对我这青年就要不要乱了 对 我都看见娜娜了 但有这个东西 显得特别专业 我觉得全中国最像特工的一帮朋友 就埋伏在各个城市的理发店里面 娜娜温柔地给我洗完头之后 她会给我引到座位上 还会提示我注意脚下的台阶 我坐到座位上 娜娜给我一个iPad 里面有个发型裤 几千种发型任你挑选 光寸头的寸法都一百多种 选定之后 Tony老师还会来跟你确认一下 先生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OK 然后她会用梳子梳我的发露 朋友们 她超温柔 作为一个男生 很少有这样的体验 她简易到她梳十次 然后捋那么一小撮 在自己的指缝当中 微微地剪出一些东西 再把我的头摆正 看一看镜子里 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理发师 你得有一些专业的动作 对吧 来让你的顾客感到放心 很多男生都有这样的体验 你在一个理发店里 待待两三个小时出来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只有这两边的饱和度 稍微低了那么一些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从这样的理发店出来 整个人自信很多 对吧 我在见到我女朋友 她说你什么感觉 我说贵 但贵贵的道理 谢谢大家 她表演也太强了 天哪 她那个 哎呦 太细了这个 3 2 1 请锁票 你看到没有 为什么我说她是冠军 是不是冠军 是不是冠军 话多早啊 你们都跟我一样啊 别这样 我很优秀啊 特别棒 李淡真是 真的笑得胃都快出来了 因为我就是 大家也看得出来 我就是那个 十元给发店的 常客 就是我每次 被吸尘器吸的那会儿 确实是 百感交集 真的很奇怪 那种感觉 但是他们很自然 他们就觉得 就是就应该是这样 你也就觉得 是应该是这样 但其实不应该是这样 那是吸尘器啊 他就是 蒙熄了头 对 你碰见过那种 双刀剪头和的人吗 我不能够双画眉 双手画是不是 对对对 画完眉之后还吹水 还放进去这种 对 那你刚才好像还有一段 口气表演是不是 就是那个吸尘器 那个好像 你什么时候研究的 这些外面邪道的东西 其实这个方法 很多国外的 很厉害的吐水员 都在用 哎 对 墨西哥一胖的是不是 对对对 他就是那个 舒嬅老嬅老婆那种口气 彭森哥 对 Flaffy 对 但是他今天那个 那个能 怎么学的 我们能学的吗 前面的表情 主要是观念一下 对吧 你观念一下 真的绝了 真的绝了 我口气 错口笑 这喝瓜子 都能咳出鼻巴子来 对不对 我们请这个话剧演员 资深话剧演员 点一下表演 不不 我这真是觉得 那个内部节奏 跟外部节奏都很好 就是他 因为讲一个段子 他要表演 因为所有的脱口秀演员里面 只有你是 不能用麦的 因为用麦会被限制住 是吧 包括剪头发那个 就是很少 就是脱口秀演员的 他语言节奏非常好 但是他表演节奏 也非常好 这两个合在一起 给点意见吗 一定要给意见吗 我先说 因为我有时候 看豆豆表演 就是会 还是有 那么几个片刻 会大 你说表演吗 就大的 劲大的 还是会有 那么几个片刻 但我捕捉不到 那个具体的感觉 专业人士 给点建议 他其实那种大 是在调整自己的内部节奏 所以他有的时候 动作是不准确的 包括洗头 但他开心 他开心 他就可以完成下一个 就完成好下一个 总比他为了控制这个以后 整段都滑掉墙 对 所以我赞你 可以 豆豆演出的时候 老感觉是一个健身教练的感觉 有没有 再做十个盛顿 好的 现在就可以了 再做十个盛顿 他老是那种一副 他讲什么那种 我都感觉 他在让我训练 大家反正都还是 很喜欢豆豆 我也摸不听这个 演表演的劲儿 反正 刚刚是活灵活现 感觉把理发店 已经搬到了舞台上 非常厉害